Time for review 接下来是我们的复习时间了 各位 我们来看看啊 在第一段 一上来的第一句话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句子说 猫总是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Cats never fail to fascinate human beings 好 我们用这种双重否定来表达肯定 就叫做总是能怎么怎么样 好 你比方说啊 我的手表呢 走时总是那么的准确 My watch never fails to keep good time 英语呢 总是对我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English never fails to fascinate me OK 那么接下来呢 还给了大家另外一个关于never的 这种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的结构 里边说never without 没有不怎么怎么样的 好 说两个人的一见面则必吵架 They never meet without calling 后面我们说只有贫穷是可以不劳而获的 就叫做 Nothing can be gained without pains But poverty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语言 说猫呢 自己终其一生都过着十分神秘的生活 那么说到过着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我们来看看啊 过着神奇的生活 或者说 他们有自己神秘的生活方式 叫做lead a mysterious life 好我们说过着凄惨的生活 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我们就叫做lead a dog's life 好 接下来在第一段接近结尾的地方我们说 似乎看上去呢 这句话 或者说似乎看上去这个观点 还是蛮有道理的 Apparently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this idea 好 使到apparently这个词呢 我们说啊 它是指不那么确信的 我们来回忆一下 当时那个英姐是这么说的 based on what you have heard is true although you are not completely sure about it 尽管呢 你不是对它十分的有把握 但听的时候呢 还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的事情来说的 好 我们说跟那个apparently呢 在含义上非常接近的就是 it would seem that 叫做似乎 可能还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好 我们说 丈夫们呢 似乎可能还是希望自己的妻子 能够成为忠诚持家 贤妻良母似的 it would seem that husband actually wants his spouse to be a devoted and supportive wife and a good and loving mother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最后要提的一小点 我们说 纽约这样的地方啊 说 有充足的高楼大厦 有充足的窗篮 可以让他们从上面摔下来 好 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句子怎么说呢 there are plenty of high-rise window seals to fall from 好 说到这一点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 关于plenty of 我们说plenty of 后面呢 作为充足的 这个意思讲 可以修饰可数和不可数 那么我们当时讲了 这样的两句话啊 当男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这样告诉对方说 there are plenty of fish in the sea 意思就是说啊 海里面的鱼多的是 实际上是告诉他说 I have a lot of choices 我还有的是选择的机会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要告诉他说 you are not the only people on the beach 嗯 沙滩上的鹅卵石 也不止你一块啊 我可以随便的剪嘛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又说到for这个小字 首先呢 我们说for是一个 作为不及物动词啊 表示摔下来 那么强调的是 从哪里摔下来呢 后面要加上这个戒字 of或者是from 但是当这样的短语呢 用作了名词的后置定语的时候啊 就往往出现了一种 这个戒词可能会被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不见了一种现象啊 这也是中国学生常犯的一个错误 那么我们当时建议大家说什么呢 你就是把这个句子正常的 还原到它逻辑的表达上 那我们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啊 说这本书你必须要付钱 叫做you've got the book to pay for 如果你能够把那个book 放到了戒词付的后面 你马上就会发现啊 pay这个词呢 作为对什么什么东西来支付 就是必须要加上戒词付 你把那个book放到了pay的后面 你会自然而然的发现 戒词付是不可省略的 同样我们说for love和for from 也是需要这个方法来检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说for呢 同时还可以作为挤物动词 如果你说猫整整摔了32层 for 32 stories 实际上是指强调这个摔漏的过程 当然了如果你强调起始位置 你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叫做for from or for love the 32nd story